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在日本打工的阿方 我来日本打工了两年半多的时间 发了一些怪日本打工的视频 受到了很多粉丝的关注 很多粉丝来为我怪日本打工的一些消息 为我丰哥到日本打工 劳务公司怎样走啊 劳务公司靠谱靠谱 什么样的劳务公司靠谱 我今天这条视频要和大家说什么 有一些劳务公司是靠谱的 但是我发现一件事 先不说人家劳务公司靠谱靠谱这个问题 我发现现在很多出国打工的人 他就不靠谱 就是什么 有很多粉丝他要出国打工 但是他就这个粉丝 他就是满嘴跑火车 他自己他就是在那胡说八道 我为什么和大家这么说呢 因为最近包括以前 很多人加了我微信之后 为我丰哥呀我要到日本打工 然后问 哎呀你能不能把 你出国的劳务公司告诉我 你在哪出的国呀 然后我说你多大岁数啊 他告诉我啊 我二十五 我说你家是哪的 我家是济南的 出国打工家人统一吗 都统一 你就告诉我就行了 感觉就是 啊就叫我出国打工 好吗 我最后我把人家 就是我出国的经理的微信给他了 然后呢 他加了人家之后 联系方式之后呢 人家问他 你多大岁数了 他告诉人家 啊我三十六 你家是哪的 我家是天津的 就是这种人 他满嘴跑火车 他没有一句实话 就是这种出国打工的粉丝 咱也不知道 他是到底想干嘛 他这种人 很多这种人 所以说再有这样的粉丝朋友们 你们不要加我 你知道吧 不要再加我的联系方式 不要再来问我 人家劳务公司靠谱靠谱 就你们这种人 满嘴跑火车 胡说八道 你们不靠谱 还问人家劳务公司靠谱靠谱 你们都是在那个满嘴谎谎 再有一部分人是什么 和我要联系方式 加了我联系方式 问我 哎呀风哥呀 我要出国打工 我说你家是哪的 我家是哪的 我说你是男的是女的 我是男的 咱俩是老仙 风哥 你在哪出的 我能不能告诉我 我说你是家是男的 我家天津的 我说你那个 我说你把您的生命证拍一下 你不是说你是天津的吗 你把天津的地区 你不是告诉我25岁吗 和你的年龄拍一下 别的 别的哈 你可以遮挡一下 只拍这两下拍给我 我看一看 我说我看看你是不是天津的 还有是不是25 然后 马上没音了 我再问他 我说你拍呀 你拍给我看看呢 不放声了 不说了 我就告诉你哈 朋友们 很多这种 很多这种人啊 就是 他和你在这聊天的时候 他是满嘴谎话 胡说八道 这种人太多了 还有就是 加了你的好友之后 为我 风哥呀 你在哪出的国 我要出国打工 我说你出国打工 家人同意吗 不能有文身 犯罪记录 乙干这些东西 你问那么多干嘛呀 你就告诉我在哪出的国 就行了 我说你出国打工 要看你合不合适 你别问那么多 和你有啥关系 你就告诉我在哪出的国 就行了 你还问人家劳公司 坑不坑人 说句难听点的话 你就是个骗子 以后再有这样的粉丝 你不要再来加我的什么 要我的联系方式 问我出国打工的一些东西 是不是 浪费时间 也浪费大家的口舌 好了 朋友们 我是在日本打工拿风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懂的 或者想了解的 可以在平台的评论圈里边 给我留言 或者私信给我们 下期见 拜拜